第八十一集 翻外一 去爱一个人 不顾所有 二 她的睫毛动了动 她的视线下垂 停在她的嘴唇上 很快又往上 与她对视 这沉默并没有持续多久 熟乎间 段嘉雪把她的手扯下 摁在胸膛处 将她整个人带过来 没等桑志反应过来 她的唇就已经贴了下来 她的唇间 撬开她的唇缝 顺着牙齿向内扫 勾住她的舌尖 用力交缠和舔势 桑志眼睛未闭 嘴巴张开 任由她索取 接吻的时候 她总喜欢捏她的耳唇 或者是 抚着脖梗厚的皮肤 唇舌扫过 细腻又耐心地 勤沾她口中的每一个角落 力道又有些重 并不显温柔 她像是想一点一点地 将它撕开 细细品尝 然后吞入腹中 她想把它挤出去 又被她捏着下巴 蛮横地往里扫到 三肢的脑子里 再无别的东西 头也不由自主地上扬 迎合着她 不知过了多久 段嘉许咬着她的下唇 轻舔了下 而后退开 光线未变 她的童人 却莫名其妙地 显得更深邃 唇色红艳 嘴唇带着 以你的水字 桑芝的所有闷气 在这一瞬间 很没骨气地化为乌有 然后 桑芝听到她开了口 现在 她抬起眼 段嘉许弯纯 桃花眼随之连起 她笑起来 像个祸水 记起我是谁了没 随着一场大雨 季节由下转秋 空气里的燥热 散了几分 有些潮湿 随着树叶的凋零 气温骤降 人们迎来了新的一年 寒潮席卷 冷空气大规模袭来 跟北方的冷不同 南方的冬天 又湿又冷 穿得再厚 冷气都像是 能从哪个角落里 顺着毛孔 搓挤身体里 渗透骨髓 2017年 是段嘉许在南无 待的这些年里 度过的最冷的一个冬天 时隔那么多年 她也再次 珍弃地感受到 新年 应该是一个 热闹又喜庆的日子 这是一种熟悉 又陌生的感觉 段嘉许 是在桑家过的年 可能是怕她觉得不好意思 亦或是 怕她因为 没受到邀请而局促 在春节的前一个月 段嘉许 去桑家吃饭的时候 桑容 就开始跟她提这个事情 黎平还摆出了 她要是不过来 她就要生气的姿态 段嘉许一开始 确实有不想 打扰他们 一家人过年的想法 但听他们这样说 也觉得欲贴 没有掩饰自己的心情 她喊着笑意映下 她跟桑智提了这个事情 虽然知道 父母肯定 会叫她来一起过年 但桑智听到 还是觉得很开心 因为这事情 从学校回来后 桑智像个跟屁虫一样 黏了父母好几天 后来 等到段嘉许 有空的时候 就抓着她去逛街 给家人的新年礼物 桑智早就准备好了 这次出来 也只是想帮着段嘉许 买点新衣服 在一起之后 段嘉许的衣服 基本都是桑智 替她买的 段嘉许对这些事情 不太上心 以前一个人的时候 缺了衣服 就找家男装店 随便买几件 全程花费不到十分钟 忙得冲不出一点时间时 她干脆 直接在网上买 但因为她长得好 穿什么都好看 所以没什么大的影响 觉得她不善待自己 桑智很喜欢 替她操心这些事情 给自己买衣服 都没这么热情 跟朋友出去逛街 也是老往男装店里跑 两人进了一家男装店 桑智边看衣服 边问她意见 段嘉许笑着回道 你觉得好看的就行 桑智拿了件暗红色的毛衣 递到她面前 认真地比划了下 嘴里念叨着 新年穿得喜庆一点 你说好不好 段嘉许盯着她 柔声道 啊 那你去试试 啊 她去试衣间的时候 桑智又挑了几件衣服 抱在怀里 她往旁边一看 腾出手 翻了翻旁边的大衣 也拿下来 算了下时间 而后 往试衣间的方向走 段嘉许刚好出来 店里灯光足 段嘉许的肤色偏白 像是在发亮 因为长期熬夜 她的眼睛下方 有一层青灰色 但她唇色天生烟红 看起来也不憔悴 毛衣的领口 有点低 露出了一节锁骨 她的衣服 大多是深色的 她难得 穿这样颜色的衣服 衬得她的模样 越发出众夺目 安静地站在那儿 都像是在撩坡人 段嘉许 走到她的面前 问道 行不行 桑智的视线 跟挪不开了似的 她老实地道 好看 段嘉许 那就这件 桑智忍不住说 你怎么 你怎么 长得这么好看 嗯 段嘉许 俯身与她平视 吊儿郎当的道 那说一句 嘉许哥哥 天下第一帅 桑智当没听见 把手里的衣服给她 这些 要不要试试 不用试了 段嘉许说 都买吧 哦 我去把衣服换回来 桑智啊了声 别扭地提议 这件穿着走吧 听到这一话 段嘉许眉毛一扬 低笑着说 哥哥就这么好看啊 桑智没回答这一话 边抱着衣服 往收银台的方向走 边道 走吧 去付钱 段嘉许没再逗她 只是跟在她后边笑 结账后 两人出了店 桑智思考着 要不要去买套正装 段嘉许 等结婚的时候再买 桑智瞅了她一眼 又道 那去买鞋吧 你这双鞋子穿了好久了 段嘉许 指了指旁边的女装店 去给你买几件 我最近买了很多衣服了 嗯 段嘉许说 那也给你买 挑着自己的衣服 桑智就有点兴致索然 段嘉许倒是饶有兴趣的 替她挑着 但不像是桑智 给她挑衣服那样 她挑什么 段嘉许就穿什么 桑智的要求很高 她拿一件 她就会不满地吐槽一句 这件会显得我很黑的 这个裙子好长 我穿起来就像一米五了 这个图案好土 嗯 不要这个 到最后 她一件都没买 桑智还渐渐地发现 周围的女生的目光 似乎都似有若无地 往段嘉许的身上飘 她顿了下 也看向她 盯着她露在空气里的锁骨 她沉默了几秒 面色变得难看了些 段嘉许好脾气地道 换家店吧 桑智视线一抬 盯着她的眼 神色古怪地冒出了句 哪家的男人 段嘉许 嗯 穿得这么上风败俗 除夕那天 段嘉许中午 就来到了桑家 南无这边吃年夜饭的时间很早 下午四点 就已经开始吃了 她自己在家里 待着也没什么事情干 打算提前过来帮忙 是桑智来给她开的门 一进去 段嘉许就能听到 黎平在骂桑言 也能闻到 极为香浓的家常菜的味道 眼前的姑娘笑眼弯弯 兴高采烈地给她拿了双拖鞋 心情很好的样子 段嘉许揉了揉她的脑袋 怎么这么开心啊 我哥被骂了 桑智唇变得离窝深陷 她笑得傻兮兮的 我听着就很开心 桑融正坐在客厅看报纸 听到动静 她抬起头来 和蔼地跟段嘉许打了声招呼 段嘉许笑着说 叔叔新年好 黎平和桑岩似乎都在厨房里 她跟桑融聊了几句 就被桑智扯着进了厨房 此时桑岩正站在琉璃台旁 不耐分地洗着菜 黎平皱眉道 你这是什么表情 妈妈让你帮个忙 还不行了 桑岩停下动作 妈 你说你这句话 说了多少遍了 段嘉许出了声 礼貌地喊道 阿姨 文生 黎平回过头 见到段嘉许 她瞬间扬起笑容 跟看到亲儿子似的 家许来了呀 先去坐会儿吧 阿姨给你切点水果 自从上回 跟他们谈过之后 段嘉许 来桑家的次数并不少 一周至少会来一次 比桑岩这个亲儿子 还来得频繁 相处久了 桑融和黎平 对她的印象 也越发的好 因为有了段嘉许 这个对比 他们越来越看不惯 那个几百年 不回一次家的桑岩 对待两人的态度 也逐渐变得天差地别 啊 不用 段嘉许忙道 我来帮你们吧 让这臭小子 自个儿做 黎平又看向桑岩 继续训她 这德行 多学点技能 不然我真怕 乙凡那姑娘 以后不愿意跟你 桑岩指了指桑枝 所以 她这样嫁得出去 桑枝很不爽 躲在段嘉许的背后 露出了个脑袋 没等她说点什么的时候 段嘉许已经开了口 温和地道 没事 阿姨 我会做饭 她盯着桑岩 很欠揍地附和 对不起啊 我男朋友会 黎平 恨铁不成钢斑地说 你看看别人 桑岩忍了忍 哎呀妈 谁是你亲儿子 黎平 你这是让我选 桑岩懂了她话里的意思 她非常有自知之明地 没有再追问 只是面无表情地 看了段嘉许一眼 冷笑了声 哼 行 年夜饭后 一家子坐到沙发上聊天 看春晚 桑家有手碎的习惯 虽然觉得困 但还是都熬到了十二点 终生一过 桑戎给他们三个 各发了一个红包 唠嗑着一些话 年纪上来了 也不太能熬夜 很快 桑戎和黎平 便回了房间 段嘉许和桑志 收拾着茶几上的残局 桑志也困 但还是强撑着眼皮 便打着哈欠 便帮忙 见状 段嘉许凑过去 亲了亲她的额头 笑道 去睡吧 我帮你一块儿 桑志哭能道 也没多乱 很快的 桑眼 凉凉地看着他俩 我是改名叫桑空气了 段嘉许 好笑地道 去睡吧 我跟你哥弄就成 哦 那你记得 让我哥给你拿个新牙刷 河毛巾 桑志困到 都有点不清醒了 也亲了下她的脸 新年快乐 说完 她便站起来 小跑着 回了房间 桑眼 把桌上的花生壳 扫进垃圾桶里 冷不定冒出了句 我怎么觉得 你越来越招人烦了 段嘉许挑眉 哥哥 你这话是什么意思 桑眼直接 把花生壳 往他身上砸 兄弟 段嘉许闷笑道 弄地上了 你去拿个灶把 段嘉许今天住在桑家 跟桑眼睡一块 他们先前 已经陆陆续续地 洗了澡 此时 回了房间就睡觉 桑眼把枕头 扔到沙发上 理所当然地 重复他以前的话 抱歉 我不跟男人睡觉 这个点 段嘉许也睡不太着 他坐到沙发上 分了分口袋 拿出刚刚桑蓉 给的那个红包 他看了一会儿 笑了下 也没看里边 装了多少钱 桑眼神情诡异 哎 你这是什么表情啊 不就收个红包 段嘉许放到桌上 随手拿起桌上的烟 随口道 没怎么收过 没过多久 从桑眼那边 飞来了个红包 段嘉许下意识地接过 就听到桑眼吃了声 而后道 所以说 你这个八零后 跟我们九零后 就是不一样 你这年纪 真不适合拿红包 厨余孙老 我就把我的这份 给你吧 段嘉许将红包 扔到桌上 似笑非笑地道 那你 可真是个年轻的九零后啊 桑眼 哼 又您说吗 段嘉许没再说什么 在口袋里摸手机 突然想起 自己换了条裤子 但她还是摸到了东西 她拿了出来 发现也是个红包 跟放在桌上的两个 一模一样 不知道桑智 是什么时候 放进她的口袋里的 她浪了下 莫名其妙地笑了 把三个红包 并排 放在一起 外头挂着极寒的风 像是在嘶吼 哭叫 拍打着窗户 只听声音 就让人感受到了寒意 但这 却是这么多年来 段嘉许 感受到的 最温暖的 一个新年 欢迎收听 游览人听书出品的 偷偷藏不住 作者 竹椅 演播 叫叫 子墨 第八十二集 翻外衣 去爱一个人 不顾所有 三 认识那么多年 桑椅基本没见过 段嘉许发活 偶尔他真来了气 也没多久就散去 脾气好的 不像是正常人 桑椅从没想过 有一天 他也会看到 这尊佛口里所说的 见过哥哥发脾气没有 很吓人的 这个发脾气 来得意外又突然 桑椅一开始都没发现 因为他生起气来 确实也和平时的状态 没什么区别 但他也确实 有一点点被他吓到 大三下学期 身边的同学 陆陆续续地 开始找实习 之前 桑椅的想法是 毕业之后 就直接出来工作 但在 跟段嘉许商量之后 他又决定 考南无大学的研究生 所以其他人 在实习的时候 桑椅在准备 研究生的鄙视 课程介绍 桑椅大多数时间 都是待在宿舍里 亦或是泡图书馆 有时候 怕自己熬夜看书 会吵到摄影 他也会在 段嘉许的住所那儿 待几天 半个学期就这么过去 桑椅在网上 看中了一款情侣表 打算在两周年 纪念日的时候 当成礼物 送给段嘉许 因为价格不算便宜 他在学校的咖啡厅附近 找了个兼职 也因为这个 他认识了一个 比他小两个年纪的学弟 人光 人光倒也不是 在那儿兼职 只是陪同学过去买饮料 桑椅长得好 被老板安排在前台 但他不太爱笑 又出于敬业的精神 也因被老板说了几次 他只能强行 也出个假笑 他的礼物很明显 小幅度地扯了一下嘴角 就露了出来 他笑起来格外可爱 像是一见钟情 人光当场 就找桑椅要了微信号 也被桑椅当场拒绝 理由是 他已经有男朋友了 但或许是不相信桑椅的话 从这天起 人光几乎每天 都会来咖啡厅 店里的客人一赏 他就回到前台 跟桑椅聊天 这家咖啡厅 给的时薪并不高 桑椅每天 也没有太多的时间 耗在这里 并没有打算 在这儿兼职多久 这个人光 阴魂不散地出现 让他觉得很烦 干脆直觉了当地 跟老板提了辞职的事情 但不知道人光 是从哪里 问到他的情况 他知道他的怨戏 也知道他的年纪 到后来 他连所在的宿舍号都知道 他每天托人 给他送东西 亦或是在宿舍楼下堵他 还摸清了 他每天会去的地方 时不时地装作偶遇 桑椅的追求者不少 但他也是第一次 遇到这么残忍的 一般其他人 知道他有男朋友之后 都会直接放弃 但这个人光 大概是因为年纪小 越挫越勇 像是卯足了劲 想当男小三 段家许近期很忙 连带着两人打电话的次数 都少了 桑椅在微信上 跟他提了一下这个事情 他问起的时候 也只是说拒绝掉了 毕竟隔了那么远 他怕会影响他的心情 也觉得自己能处理好 这种状态持续了几周 桑椅终于受不了了 他把人光的号码 从黑名单里拖出来 拨了过去 你就告诉我 你怎么想的 少年的声音润了 他笑嘻嘻地道 你居然给我打电话了 他现在听到这个声音就烦 语气多了几分不耐 我有男朋友了 你现在这种行为 你自己回去问问你爸妈 让他们好好管管你吧 人光的语气满不在乎 学姐 你哪儿来的男朋友 这个月 我见你这么多次 除了我 我没在你周围 看到一个雄像的生物 没听过异地恋 异地恋分的概率可高啊 人光说 哎 你看我如何呀 丧志沉默了几秒 你要我实话实说 人光 说嘛 学姐不喜欢的地方 我就改呗 不说别的方面 当论长相 跟我男朋友比 丧志语气温温吞吞 用言语一刀 往他胸口处扎 你连给他 对西娇水都不配 也许是真的被打击到了 之后一周的时间 丧志没再见过人光 也因此 他总算松了口气 从丧志这段时间 对人光的印象来看 他觉得 这个人很不正常 很明显 他就是一个 觉得自己 有张还算可以的脸蛋 就到处撩妹的渣男 所以 也不在意对方 是不是有男朋友 也因此 丧志没半点负罪感 有时候想起来 还觉得自己 骂得似乎不够狠 他也没把这件事情 太放在心上 渐渐地就抛在脑后 丧志在网上 买了之前 看中的那对情侣表 但这个纪念日 两人似乎 并没有见面的机会 因为这一整个月 他们都没有什么时间 一个在忙工作的事情 另一个在忙考试的事情 而且一和和南无相距太远 一来一回也麻烦 两人在五一的时候 已经见了一面 所以丧志也并不太介意 跟他商量好了 等他暑假回家 再补回来 纪念日的前一天 丧志认识的一个同学 张平过生日 他首要去参加他的生日聚会 地点在学校附近的一家大排档 到那之后 丧志意外地发现 人光也在 他以其中的一个女生的朋友的身份到来 但看上去更像是暧昧对象 因为先前有点事 丧志来得有些晚 只剩下人光旁边有个空位 他抿了下唇 走过去坐下 顺带把礼物 递给张平 在场的人 有好几个丧志都认识 要么是同系的同学 要么是他之前 参加比赛的时候认识的 关系都还算不错 他低下头 用茶水 洗着眼前的碗筷 旁边的人光侧头 对他说 小姐 这个洗过了 丧志嗡了声 依然继续冲洗着 过了几秒 口袋里的手机震动起来 他看了眼来电显示 起身 到电外 接了起来 那头 传来段家许的声音 在干什么 丧志往后看了眼 也不知道自己 几点能回宿舍 低声撒了谎 在宿舍 准备洗个澡 看会儿书就睡觉了 某一次 跟段家许聊天的时候 丧志不经意地发现 他要是跟段家许 说了自己今天 应该会很晚 回宿舍这样的话 会很影响他的注意力 以及工作状态 因为他会总想着 他是不是安全地 回到宿舍了 隔了那么远 他要是出了什么事 他也没办法 立刻赶过来 再之后 丧志要是挽回宿舍 基本不会告诉段家许 段家许笑了下 声音格外温和 行 今天别太早睡 我先回家 一会儿再给你打个电话 丧志 好 他把手机放回兜里 回了大排档里 桌上的人 大多不是在吃东西 更多的是在喝酒 和玩游戏 这家大排档 卖的是烧烤 此时桌上 放了几个大盘子 上面叠满了 各式各样的烤串 旁边一桌人在玩 真心话大冒险 一个男生 抽中了大冒险 过来跟丧志 要微信横 被他们这桌的人 开玩笑似的拦着 丧志也礼貌地拒绝 抱歉 他们这桌 玩的是谁是卧底 输的惩罚是大冒险 丧志格外倒霉 第一局 就抽中了卧底 他也不太会掩饰 第一轮就被投了出去 一众人开始思考着 大冒险的惩罚 任光 坐在他旁边 主动提议 哎 学姐 给你男朋友打个电话 提分手 文言 桑志纯边的笑意收起 他安静地看着他 不行吗 任光一副人畜无害的样子 往他杯子里倒酒 那就喝酒吧 气氛顿时变得安静 又尴尬 张平皱眉 主动出声 缓和着气氛 哎 你这大冒险也太毒了吧 劝人分啊 桑志 不用喝 你就大喊三声 我是傻子就行 桑志扯了扯嘴角 拿起面前的杯子 一口气灌进肚子里 看向张平 他淡淡地道 纵而不起 我还是喝吧 你们先玩 我吃点东西 肚子空着难受 他没吃什么东西 此时一杯酒下肚 也觉得难受 他拿起面前的烤串 桑志用筷子把上边的肉推到碗里 他心情很差 才待这么一小会儿 就想离开 又觉得这样会让这场聚会的氛围变差 吃了好一会儿 直到碗里的东西空了 桑志再次拿烤串的时候 才后知后觉地发现 自己刚刚吃的 好像是牛肉串 桑志顿了下 想着吃一点没事 也没太在意 他转换了方向 拿了旁边的掌中包 这个时候 敲好一局游戏结束 人光输了 大家起后 让他跟旁边的女生喝交杯酒 大家虽然没有明说 但姿态格外明显 就是让他跟他那个暧昧的对象喝 但人光 结果其他人递过来的两杯酒之后 却把其中一杯递到了桑志的面前 爽朗地道 哈哈哈哈 介意吗 场面再一次陷入沉静 桑志看到 坐在人光旁边的女生 表情瞬间冷了下来 看她的眼神也多了几分敌意 在这一瞬间 桑志突然觉得很反胃 像没听到人光的话一样 他站了起来 平静地道 我去个洗手间 大排档里没有洗手间 桑志只能去旁边的一个公共卫生间 等桑志出了大排档 张平忍不住了 这次语气都不太客气了 学弟 你今天是来砸场子的 没啊 人光无辜地道 我就看这个学姐一晚上都不怎么说话 想跟她开个玩笑 让她融融进来而已 哎 别生气啊 我闹着玩呢 她哄着旁边的女生 来嘛姐姐 喝交杯酒 刚把酒喝完 人光就注意到 被桑志遗忘在桌上的手机 此时屏幕亮了起来 来电显示着 你男朋友找你了 七个字 你男朋友找你了 他们还挺甜 他对他 就跟冰块似的 怎么都雾不热 他还真没遇到过 这么难搞的 人光的目光停住 他暗暗地嘲讽一声 而后不动声色地 把他的手机揣进兜里 站了起来 喝太多酒了 我去上个厕所 出了电 人光把电话接起 喂 那头一顿 礼貌性地问 你是 人光平静地答 哦 我是桑志的男朋友 新交的 听到这一话 电话那边 彻底安静下来 没多久 人光听到男人 似是笑了笑 很轻的 很轻的一声 情绪不明 又像是带了几分讥讽 你说 你是当时新交的男朋友 听我女朋友说 你总打电话缠着她 人光语气 没半点波动 很正经地说 不管你是哪位 麻烦你 不要再骚扰我女朋友 谢谢 说完 人光就挂了电话 顺带 把童话记录删除 想了想 她把手机调成静音 还很恶意地 把这个号码 拉进了黑名单 这个公共卫生间的环境不好 味道极其难闻 桑志 强忍着喉咙中冒起的酸液 进去洗了把脸 刚刚坐着的时候没多大感受 此时站起来 她才感觉脑子有些晕乎乎的 手伤也有些痒 她低下头 发现手臂上起了一点一点的小红疹 桑志深吸了口气 她今天是什么狗屎运气 桑志确实不想再回去了 她抽了张纸擦脸 顺带翻了翻口袋 想直接在微信上 跟张萍说一声 却没翻到手机 她动作停了下 打开包看了眼 也没找到手机 在这一刻 桑志也想起来 她似乎把手机放桌上了 心里的烦躁越发浓郁 她平复了下心情 转身回了大牌道 桌旁的人开始玩新的游戏 桑志一眼就看到自己 放在桌上的手机 拿了起来 她走到张萍的旁边 跟她说了句生日快乐 提了自己要先走的事情 张萍也很抱歉 压低声音道 那人我也不认识 我朋友带过来的 今天真的对不起 改天请你吃饭啊 桑志笑了想 没事 你今天生日 别影响心情 注意到这边的动静 人光扬声说 学姐要走了呀 没必要吧 我刚刚就开个玩笑 没别的意思 桑志倒没听见 跟其他人 道了个别 人光 没完没了了 似的 学姐 你这让我多难看啊 张萍拍了拍桌子 喂 差不多得了啊 在这嘈杂声之中 桑志出了电 她听到身后 有跟上来的脚步声 随后又传来了 人光的声音 学姐 你别生气呀 你看 大家都怪我呢 桑志忍着脾气 你回去吧 这么晚了 我送你回去吧 人光说 算是给你赔罪 不用了 这话一落 人光突然抓住 她的手臂 贴心般地说着 哎 学姐 你是不是喝太多了 怎么都站不稳啊 我扶着你吧 桑志 猛地甩掉她的手 动作极大 像是碰到了什么 肮脏的东西一样 她往后退了一步 火气燃到了顶端 她一字一顿地道 你以为 你是个什么东西 人光嘴角的弧度未变 你知不知道 有个词 叫自知之明 就你这条件 桑志上下扫视着她 眼里带了几分嘲讽 谁给你的脸 瞧不上我的条件啊 那就试试别的呗 人光的目光也冷了下来 她将它往怀里扯 用气咽道 很爽的 段嘉许连着通宵了几天 才把手里的项目赶完 她疲倦至极 出了公司 连家都来不及回 直接往机场赶 在飞机上补了棉 因为先前一直不确定 能不能过来 段嘉许没提前跟桑志说 此时 她也打算给她个清醒 下了飞机 才给她打了个电话 然后得知 她已经 在宿舍的事情 还是一如既往的养生 这个点 就要准备睡觉的小朋友 想到一会儿能见到她 段嘉许的心情 就变得格外好 到了她宿舍楼下 她又给她打了个电话 正想出声 叫她下来的时候 出乎她的意料 那头传来的 却是男人的声音 她语气张狂 又带了点幼稚 像护犊子似的 说这桑志 是她女朋友这种滑稽 又没半点可信度的话 然后就挂了电话 段嘉许也没生气 只觉得好笑又荒唐 但段嘉许 在给桑志打电话的时候 却发现打不通了 她渐渐开始 有了别的情绪 这姑娘 刚刚还在电话里 跟她说 自己在宿舍准备睡觉了 不到一小时 就换成了个男人 接电话 欢迎收听 游览人听书出品的 《偷偷藏不住》 作者 竹椅 眼波 叫叫 子墨 第八十三集 翻外一 去爱一个人 不顾所有 四 所以 她一开始说在宿舍里的话 估计也是假的 至于理由 段嘉许 其实也能猜得到 她无非 就是怕她担心 也觉得 在学校附近 不会有什么事情 干脆撒谎骗她 让她远在南无 也能安心 段嘉许 是极其信任桑志的 但她 不相信别人 电话对面的那个男人 让她觉得不安 和不痛快 此时 她联系不上桑志 也不知道 她现在在哪儿 这种情绪 就像是成了被的叠加 段嘉许 脸了唇角 从同学路里 找到桑志的舍友宁威 把电话拨了过去 那头接得很快 似乎是没想到 会接到她的电话 迟疑地道 你好 抱歉 这么晚打扰你了 段嘉许说 我现在联系不到桑志 有点着急 你知道她去哪儿了吗 啊 她说有个朋友生日 盈威说 但没说去哪儿 好的 谢谢 一般都会在学校附近 集会 不会去太远 你也别急 都是认识的朋友 不会出什么事的 我帮你问问吧 段嘉许又到了声线 挂了电话 她往学校门口的方向 跑去 想着宁威的话 她在校外的店 一家一家地找着 盲目又缺失冷静 比起那男人的话 段嘉许更担心 桑志此刻的状态 毕竟 她不会把手机给别人 也不会听着别人 说这些话 来伤害她 而且 现在时间也不早了 一和大学附近的店面 输都不多 但输少也不少 段嘉许找了一阵 就跟大海捞针一样 没半点收获 她的右眼皮 突突地跳 段嘉许正想继续找的时候 手机颤动了下 收到了条微信 宁威给她发了个定位 是家大排档 与此同时 段嘉许也发现了 不远处的丧志 她被一个男人抓住了手臂 然后猛地甩开 嘴巴一张一合着 全身的刺都冒了出来 她明显就是被缠绕了的样子 男人像是恼了 再度扯住她的手臂 往怀里带 也说了句话 段嘉许刚松了口气 又因丧志的状况 力气瞬间涌上 平时的理智 在倾刻间全无 她的目光淡淡的 像是在强忍情绪 她大步地往那边走 这话跟性骚扰 没有任何差别 桑志把她正开 用尽全力地给了她一耳光 人光的脑袋一偏 她舔了舔唇角 嘴唇半张着 很快又看向桑志 眼里带了几分不可置信 而后也抬起了手 下一秒 桑志的旁边出现了个男人 高大又出挑 脸上半点表情不带 一上来 就往她的肚子处 贴了一脚 人光甚至都还没反应过来 她没任何防备 闷哼了声 顺着力道往后退了几步 摔倒在地上 随后 段嘉许回头看向桑志 她观察着她的脸 以及落露在空气中的每个部位 轻声道 她打你没有 不知道她为什么会突然出现在这儿 但桑志的精神还是瞬间松了下来 她尾音发战地说 没有 段嘉许盯着她的手臂 手怎么回事 桑志吸着鼻子 过敏 去外面等着 段嘉许摸了摸她的脑袋 安抚地道 别怕 说完 她走过去 蹲到人光的旁边 段嘉许刚刚使的劲儿不小 人光到现在都没爬起来 捂着肚子倒抽着气 她盯着人光 唇角的弧度慢慢上扬 漫不经心地道 东轩 你欺负谁呢 人光的脾气也上来了 她抬腿踢段嘉许 哎 你有病吧 猜到她的举动 段嘉许直接踩住她的腿 她还在笑 眼眸弯成月高 看上去格外温柔 但她所做的行为 却和表情完全不符合 听着她痛苦的叫声 段嘉许才慢慢地把腿挪开 改装住她的头发 把她的脑袋往地上撞 又问了一遍 你欺负谁呢 旁边有围观的人 大多是学生 店里的老板听到动静 忙出来劝架 怕影响了自家的生意 张平也出来了 她认得段嘉许 怕一会儿 闹到派出所了 忍不住说 哥 算了吧 段嘉许 却像是什么都听不进去 她的模样 生得极为漂亮 温和又平易近人 可她手上 却毫不留情 眉眼里 全是狠利 不带温度 她像是个 刚从地狱 爬上来的魔神 桑芝也怕出事 着急地喊了她一声 段嘉许 听到这话 段嘉许的动作 才停了下来 她垂下眼皮 松开抓着 仁光头发的手 轻笑了声 算了 怕吓着我家姑娘 还有 跟你说个事 我家姑娘 就算真想劈腿 也不会找你这样的 段嘉许 把手上的血 蹭到仁光的衣服上 压低声音 温文尔雅地道 来羞辱我 人光的伤 大多是皮肉伤 她明显气到了极致 胸腔起伏着 像是从牙缝里 挤出来的一样 我要报警 桑芝把段嘉许 扯到自己身后 完全不怕事 行啊 我也报警说 你性骚扰我 张萍附和道 学弟 刚刚我们都看到了 是你先挑事的 就连仁光的 那个暧昧对象 都没再站在他那边 毕竟一晚上 他也能看得出来 是仁光 一直揪着丧志不放 其他人都劝着嫁 一个认识仁光的女生 说了句 学姐 你先走吧 我们跟他沟通一下就行 段嘉许是真的不怕 反而来了兴致 别人都劝着的时候 他反倒主动把手机 递给仁光 你报警吧 这点伤 根本判不了刑 顶多给点赔偿 仁光却会担心丧志 真的去告他性骚扰 就算立不了案 传到学校也不好听 他盯着段嘉许 一声也没坑 表情有些不甘 他只又慢了句 你有病吧 你再找他麻烦试试 段嘉许笑 我还真不怕坐牢 桑智 还是第一次见到段嘉许 这么生气的样子 他用了劲 把他扯走 也明显因为他的话 有些恼火 什么叫不怕坐牢 段嘉许看向他 这个人缠着你多久了 桑智一愣 回想了下 一个月左右 但他前段时间 没怎么出现了 段嘉许垂眸 脸上没什么情绪 怎么不跟我说 桑智老实地道 怕你不开心 之前有没有欺负你 没 桑智的委屈 再度冒上来 他嘀咕道 我没那么好欺负的 喝酒了 喝了一杯 桑智说 但空腹喝得 有点难受 嗯 见他走的方向不太对 桑智问 去哪儿 段嘉许 医院 他身上的红疹 越来越明显了 看上去触目惊心 桑智摇头 买点药吃就行 我不想去医院 段嘉许又嗡了声 没拦着 你怎么过来了 不是说没时间吗 疼了点时间 哦 咱只思考了下 给他解释 我不是故意骗你的 我感觉 我今天会很晚才回去 怕你在那边担心嘛 而且 我就在学校外面 没什么不安全的 段嘉许 情绪很淡 我知道 见到他 桑智确实觉得惊喜 那点小委屈 也很快 就烟消云散 他开始跟他说着 最近的事情 笑眼弯弯 情绪渐渐 好了起来 段嘉许 时不时应几句 淡化明显变少了 两人到附近的药店 买了药 而后回到住所 桑智坐到沙发上 开始看自己身上的红疹 有些郁闷 我刚刚吃那个烤串 吃完才反应过来是牛肉 我也没吃多少 就吃了几串 还以为没事的 段嘉许 从厨房里 拿了两瓶水出来 倒进热水壶里烧开 他抓住桑智的手 提醒 别闹 桑智乖乖地应 哦 客厅里 只有热水壶 发的声响 桑智盯着他的脸 随口问 你什么时候回去啊 段嘉许 没想好 那我们明天出去玩 嗯 桑智又跟他 说了一阵子的话 才后知后觉地发现 他的心情似乎很不好 说话都像是挤牙膏似的挤出来 他仿佛不太想搭理他 叫好水烧开 段嘉许 倒了点热水 进杯子里 又堆了冷水 吃药 桑智把药吞进去 游移地倒 你是在生气吗 段嘉许笑 我生什么气 他这语气 让桑智瞬间 肯定了自己的猜测 他懵了 你干嘛生气 段嘉许站起身 又往厨房走 去洗澡吧 一会儿涂药 桑智下意识地跟着他 坠坠坠不安得道 你这是在生我的气吗 没有 我就是想着 咱俩离那么远 我肯定都跟你说好事呀 桑智只能猜到是这个原因 他扯了扯他的衣角 跟他试软 而且 真没什么事 段嘉许 康刚那也算没什么事 桑智啊了声 啊 那我也没想到 他会这样吗 什么事情都是能提前想到的 既然这样 段嘉许收回视线 从冰箱里拿出食材 话里没有半点笑意 你以后有什么事情 都不用告诉我了 他说话的语气仍旧平和 却像是带了刺 桑智定定地看着他 声音低到 像是要听不见 我以后不会这样了 段嘉许不再提这个事情 去洗澡 刚刚那一点小委屈 又因为他的指责成千上百倍地叠加 桑智的鼻子发酸 他说话不知不觉 就带了哽咽 对不起吗 文生 段嘉许看过来 面无表情地说 不准哭啊 他一说 桑智的眼泪 反倒是像跟他作对一样 啪哒啪哒地掉下来 他低下头 伸手擦掉 忍着哭强说 那我去洗澡 段嘉许捏住他的下巴 把他的头抬起来 还哭啊 这下 桑智真的忍不住了 瞅瞅咽咽地哭了起来 话都说不出来 段嘉许的表情绷不住了 他轻叹了声 我太凶了 他默了几秒 摇头 段嘉许 那哭什么 你不是很忙吗 桑智的语速很慢 因为乌夜着 他说话含混不清 我不想你每天 工作了那么久 还老要消我这边的事情 工作没你重要 就是离得远 你更要跟我实话实说 段嘉许 把他的眼泪擦掉 耐心地说 我在那边担心 也好过什么都不知道 不是想跟你生气 我刚刚就是 段嘉许 哑声道 有点被吓到了 他联系不上人 也不知道他在哪 接到了那样一个电话 之后就被他 拖入了黑名单 他找了好半天 见到他的时候 还看到 他才被一个陌生男人 纠缠 段嘉许觉得无力 最后 还得通过他的朋友 才能找到他的位置 他一哭 他就没辙了 低声哄着 别哭了 我不该凶你 嗓子的眼泪 像停不下来一样 他跟他抱怨 我今天 那么倒霉 你还骂我 我不舒服 你都不理我 就知道说我 段嘉许 亲了亲他的脸 哪儿不舒服啊 胃不舒服 像吐 嗯 我给你煮个醒酒汤 如果不舒服 就吃点药 我身上也有 难受 先去洗澡 我一会儿给你涂药 像这把眼泪 蹭到他的衣服上 还是没忍住说 你生气的时候 好吓人 段嘉许笑出声 吓 吓着你了 也没有 桑芝吸着鼻子 但你凶我 我就想哭 你这是在威胁我呀 我才没有 以后有什么事情 都要老老实实地告诉我 不论好坏 听到没 嗯 段嘉许的眉眼 收窄开来 他吊儿郎当地道 你可别给我 凶你的机会 行不行 等桑芝回了房间后 段嘉许在厨房里 折腾了一会儿 而后走到客厅 从茶几上 拿起他的手机 他打开通讯录 把自己 从黑名单里拖出来 他看着这个备注 唇角 弯了起来 桑芝没洗多久的澡 很快就出来了 他坐到餐桌前 把段嘉许 刚煮好的 醒酒汤喝完 被他 叫到沙发那边 刚刚买了内服 和外敷的药 段嘉许 拉住他的手腕 开始帮他抹药 皱眉的 下次再吃牛羊肉 我真的要揍你了 桑芝的眼眶还红着 他眨了眨眼 一点没被吓到 那你揍 段嘉许挑眉 你这不还没有下死吗 你就是不舍得揍 嗯 桑芝笑起来 直口口地盯着他的脸 段嘉许 段嘉许 怎么 我买了对情侣表 但我放宿舍了 像这献宝似的说 我明天来拿给你 啊 你给我买礼物了吗 买了条项链 段嘉许说 一会儿给你戴上 嗯 这只手图完 嗓指换了只手 慢吞吞地说 我本来觉得 今天好倒霉 我早上睡过头了 上课迟到被老师骂了 然后 我犯卡丢了 路过操场的时候 还被篮球砸到了头 去朋友的生日聚会 还遇到讨厌的人 而且又过敏了 段嘉许认真地 给他涂着药 顺着说 这么可怜啊 但是我觉得 我好像想得太早了 嗯 桑枝小声地说 见到你 就觉得 今天的运气好好 即使见到你 只占了今天那么小一部分 却能让那些大部分的烦闷 都变得 微不足道 欢迎收听 游览人听书出品的 偷偷藏不住 作者 竹椅 演播 叫叫 紫末 第八十四集 翻外二 带一个小孩的日常 大四下学期 某次跟宁威的聊天中 想只听她说 她的男朋友 跟她求婚了 你说 她也太有意思了吧 她真的很害羞的 然后在那个酒吧 还上台 给我唱了情歌 把我叫上台 突然就跪下 跟我求婚了 说起来的时候 宁威都克制不住地在笑 重点是 她因为太紧张了 还双膝下跪了 嗓子笑出声 聊到最后 宁薇也好奇其他的事 你叫段哥哥呢 有没有跟你提过呀 嗓子想了想 他之前有说过 毕业结婚 但我不知道他会不会求婚爱 而且我觉得 他那个人好高调 我还有点担心 啊 就有点想自己求 其实桑芝也不是不喜欢 段家许的高调求婚 就是觉得不好意思 就比如宁薇说的 他上了台 在众目睽睽之下 接受了他男朋友的求婚 觉得很惊喜 也觉得很开心 但桑芝觉得 如果这种事情 也发生在他的身上 他肯定也会觉得开心 但估计会有些不自在 可当事情真的到来的时候 却完全不是他所想的那样 段家许是在桑芝毕业典礼那天 跟他求的婚 这算是他人生当中 比较重大的一个环节 那天 桑芳 李平 和桑芽都来了 这场景一转 就像是回到多年前 他跟父母去参加桑芽的 毕业典礼 只不过 这次的主角 从桑芽 变成了他 桑芽带了相机 懒懒地 帮他拍着照 桑芝觉得 他没好好拍 拍一张 就过去跟他说几句 到后边 甚至要吵起来 段家许也带了相机 安抚了他几句 在旁边 替他拍了几十张照片 拍完毕业照后 桑芝突然收到一个陌生人 给的红玫瑰 再往前走 又有拥上来的一群人 给他送花 美人一支 这其中 还有好些 他认识的同学 就连桑芳和李平 都参与了 桑芝突然意识到了什么 其实 很多事情 都是有预感的 从今天醒来开始 桑芝就有种 极为强烈的预感 因为按他 对段家许的了解 他一定会选在今天 跟他求婚 还会是很高调的 又很老套的方式 高调的土男人 在众人的引导下 桑芝看到 道路中央的段家许 在这一瞬间 他其实 没有任何的精力 去分给旁边的人 也完全不在意 其他人的目光 这个画面 桑芝想象过千百遍 或许跟他 所想的某个画面 重叠上了 可仍是让桑芝觉得 这一定是他一辈子 都不会忘掉的一幕 段家许今天穿得很正式 白衬衫 黑西装裤 还打上了领结 他抱着一束 很大的玫瑰花 慢慢地 走到 他的面前 桑芝突然有点想笑 段家许 低着下颌 也笑了起来 他身材轻瘦高大 黑发朗毛 出众的五官 他站在光亮之处 显得夺目 又张扬 过了几秒 你之前告诉我 你的秘密之后 我也没有特别认真地 跟你谈过这件事情 段家许 盯着他的眼睛 收起笑容 模样 多了几分认真 当时看你说着说着就哭了 总担心这会不会是一件 让你觉得很难过的事情 所以 我不太敢提 小姑娘 把所有的心事 暴露给她 她用尽所有的勇气 用她的方式 告诉她 我承认 我们之间 是我 更喜欢你 也一直没跟你提过 我其实不是那种 喜欢上一个人 就会立刻去争取的人 段家许 舔了下唇角 认真的道 在表现出对你的喜欢之前 我也曾偷偷地暗恋过你一段时间 我也曾挣扎过 因为自卑 因为觉得配不上你 或因为你的反应而退缩 也会因为你的一个回应 感到欣喜若狂 可能你会想 这个段家许 是不是因为身旁突然多了个人 因为这个人对自己好 然后发现这个人也喜欢自己 就想将就着跟他过一辈子 段家许倾壳了声 可能你也没这么想 但怕你会这么想 我还是想提一下 桑智小声说 有这么想过 但他也只是这么想过 现在他早就不这么认为了 还真想过 笑没良心的 段家许笑 我以前有想过 一辈子一个人 其实也没什么关系 但我并不是真的觉得没关系 只是没有遇到这么一个人 他没有遇到一个 让他抛开他人的看法 从自卑的深渊里 爬出来的人 没有一个人 能给他一种 想要去抗衡的念头 所以不可能会将就 因为他根本 没有那样的勇气 直到遇见了他 段家许 唇了扯唇角 单膝跪下 可你让我突然很想试试看 桑智的心脏狂跳 他紧张得有些闯不过气 听着他平平淡淡的话 眼眶却不知不觉地红了起来 试试试 试试什么 去爱一个人 段家许 一字一顿地道 不顾所有 他仰起头 嘴里带过一句 极轻的小孩 而后 郑重地 把剩下的话说完 所以 你愿意嫁给我吗 他怎么会不愿意 这是他已经 想了好多年的事情 桑智 接过他手里的花 哦 段家许是真觉得紧张 此时 得到这么一个回应 表情瞬间有了裂纹 他失笑般地垂下头 很快诱到 就这反应啊 你是想看我哭吗 没有 我说哦的意思就是 桑智吸了吸鼻子 认真的道 我 非常愿意 他看到段家许愣了下 唇角的弧度渐渐上扬 他低着眼 把戒指 套在他的无名纸上 而后 温热地吻 落在了戒指上 你 愿意嫁给我吗 我 非常愿意 七年前 也有这么一天 他穿着干净的裙子 站在穿着学士服的段家许旁边 因为再次见到他 而感到开心 又因为 即将的离别 而觉得难过至极 他笨拙地藏着自己的心思 不敢让任何人发现 无论是他多亲密的人 他想象着 未来有一天 一定要到他的身边去 那个时候的桑智 一定没有想过 七年后 他所想象的这么一天 真的到来了 如他所愿 桑智 真的成了段家许 身边的那个人 翻外一 结束 翻外二 开始 带一个 小孩的日常 为了方便 为了方便桑智 跟父母的来往 当初 段家许 买房子的时候 考虑的最大的一个因素 就是地段 他直接排除了 其他区域的楼盘 也在跟桑智的商量之下 买下了桑家附近的一套房子 这个事情定得早 在桑智到二的时候 就已经定下来了 但后来 本来打算毕业之后 直接出来工作的桑智 在考虑了一段时间后 决定考南无大学的研究生 也因此 之前的两人 并没有考虑过 学校位置这个因素 桑智所在的校区 不是主校区 而是在南无市的另一个区 每天往返有些麻烦 想到这一点 结婚之后 他小心翼翼地 跟段家许提了这个事 打算开学之后 还是住在宿舍 有时间就回家住几天 对此 段家许 似乎没有太大的意见 但答应下来没多久 他又壮似随意地提了句 要不在你学校那边租个房子 桑智想了想 觉得没什么必要 因为 其实只有太晚的时候 他才不回去 一周 已有一半以上的时间 是回家住的 而且他现在 也没什么经济能力 他摇头 嗯 不用 浪费钱 像是听进去了 段家许 没再说什么 开学后 桑智准备在宿舍住的第一个晚上 那天 他刚回到宿舍 正准备洗澡的时候 突然 接到了段家许的电话 桑智歪着头 用肩膀 固定着手机 问道 你到家了吗 没呢 段家许 语气懒洋洋的 呼得冒出了句 朱朱 我迷路了 桑智眨了下眼 啊 你不是从公司回家了吗 嗯 那怎么会迷路 桑智有些懵 你现在在哪儿 啊 我看看 那头拖着尾音 慢悠悠地说 我也不知道 我给你发个定位吧 桑智挠了挠头 嗡了声 而后挂断了电话 他还觉得莫名其妙 想着他 就算迷路了 开个导航 不就行了 没多久 微信 收到了段家许 发来的消息 桑智收回心思 点开了消息 就看到他 发来的定位上 显示的 是他宿舍楼下 而后 段家许 发来一条 发来一条语音 太晚了 我刚在附近 订了个酒店 他又发来一条 怎么办 哥哥一个人 在陌生的环境 睡觉会害怕 他似时在笑 带出了几分气息一声 柔声道 要不然 去追过来保护我 桑智无语 过了几天 桑智准备 在宿舍住家的 第二个晚上 像是历史重演般的 又接到了 段家许的电话 他犹豫了下 还是照例问了句 你到家了吗 这次 段家许 没有像之前那样否认 恩了声 而后喊他 芝芝啊 怎么了 我刚刚做了个梦 段家许顿了下 声音慢条斯理的 梦到咱俩结婚了 结果醒来发现 还一个人住呢 这话 想表达的意思 格外明显 桑智沉默几秒 直接拆穿他 你不是刚开车回家 哪来的时间做梦 嗯 段家许帝笑了声 不睡觉也能想你 桑智舔了舔唇 有些不好意思 他放下手里的衣服 小声说 今天太晚了 我明天会回家的 段家许 语气懒散 一字一顿地道 不行 桑智有些郁闷 那 没等他说完 段家许又道 哥哥现在很不安 得去见你一面 确认一下 咱俩到底是不是结婚了 太晚了 就顺便订个酒店 说着 他吊儿郎当地 开始重复前几天的话 呃 对了 哥哥一个人在陌生环境呢 有些害 桑智又气又乐 直接打断他的话 我知道了 我去保护你 又过了几天 桑智去参加同学聚会 结束之后 已经很晚了 他在微信上 跟段家许说了一声 准备回宿舍的时候 再度接到了他的电话 他依然是同一个目的 也依然能厚颜无耻地 编着不同的理由 文言 桑智沉默片刻 这次 没再说出什么 拆穿他的话 也同样 像之前的两次那般 妥协着 转身去找他 第二天 桑智主动 在学校附近 租了个房 这天 趁着周末 两人一块 在附近的大超市 买东西 尽管已经嫁了人 但桑智 跟从前没有任何的区别 对他来说 生活用品 都是次要的 一进超市 第一时间 就是往零食区跑 按照往常 段家许 会先去生鲜区 把今天所需的食材 以及家里 缺了的生活用品买了 但今天时间尚早 他也不太着急 段家许推着购物车 漫不经心地 跟在桑智后边 他扔一包零食进来 他便偏一眼 偶尔拿起来 看一眼营养成分表 再不动声色地 放回去几包 就这么过了很长的时间 桑智也一直没发现 桑智站在其中一个货架前 犹豫着买哪个味道的饼干 半天也决定不下来 他转过头 想问问段家许意见的时候 才注意到他的举动 桑智的动作一顿 他默不作声地盯着它 神色幽幽的 段家许没觉得不自在 继续着原来的动作 顺带指了指 他手里的饼干 买草莓味的 牛奶味的家里还有 桑智没被他转移注意力 指责道 你怎么 把我买的糖放回去了 嗯 段家许说 不是啊 这是刚掉下来的 显然一点没被他糊弄过去 桑智凑了过去 又拿起那几包糖 开始赶客 哎呀 你不要跟我一起逛了 你去买你的东西 我自己看 文言 段家许淡淡地喊他 桑智啊 桑智没搭理他 就连一个眼神都没给他 他还盯着货架 非常胆大包天地 又拿了两包糖 正想丢进购物车时 段家许又道 你又长了颗蛀牙 忘了 桑智转头 底气瞬间少了大半 善善地道 不是长在右边吗 那我用左边吃不就好了 行 段家许答非所问 明天去拔了 桑智沉默下来 忍气吞声地 一包一包地 把糖放了回去 硬有所指地说着 我比较想一个人逛 看着满当当的购物车 段家许没有意思 要离开的意思 还没买完你的小零食啊 果然我设有说得没错 桑智抿了抿唇 阴阳怪气地说 男人只有在追你的时候 才对你好 嗯 他挑眉 我现在 多买几块钱的零食 你就不乐意了 桑智说 再过几天 我兜里说不定 连坐公交的钱 都没有了 坐公交啊 段家许笑 一块钱 哥哥还是舍得给你的 至于这个糖 实话跟你说吧 我确实是买不起 段家许往前走 配合着他先前的话 悠悠地道 咱也不是什么富贵人家 要真想吃糖 还不如亲我一下 也挺甜 桑智跟在他后边 心情一言难尽得到 你怎么总能面不改色地 说这样的话 段家许低笑道 就想着 万一呢 啊 万一你真因为这个亲我了 段家许 笑得温柔 我这不就赚到了 就赚到了 就赚到了 欢迎收听 游览人听书出品的 偷偷藏不住 作者 竹椅 演播 叫叫 紫墨 第八十五集 翻外三 带两个小孩的日常 某天 桑智在客厅找剪刀的时候 在茶几下边翻出了好几条烟 他抽了出来 随意地扫了几眼 很快又放了回去 恰好段家许从房间里走出来 他便重新拿起一条开了风的烟 朝他晃了晃 问了句 我看这条少了五包烟 你最近 是不是还抽了挺多 段家许看了过来 懒懒地道 买挺久了 哦 桑智没再说什么 对于段家许抽烟这件事情 桑智并不会太强烈地反对 因为桑荣和桑岩 也会抽 而且段家许抽得也不凶 多是压力大 或者是有心事的时候 才会抽几根 并没有烟瘾 段家许坐到他旁边 怎么 就问一下 桑智拿了一盒烟出来 嘀咕道 这东西抽了 对身体也没什么好处 你怎么还买那么多 他问了下唇 捏了捏他的脸蛋 嗯 我以后少抽点 桑智撕开包装 随口问 你什么时候开始抽烟的 大学的时候吧 段家许的声音很轻 没带什么情绪 妈刚去世那阵子染上的烟瘾 但也没什么钱买烟 就自己克制了点 客厅中 客厅中瞬间安静下来 桑智手上的动作一顿 他缓缓地抬了头 他沉默了几秒 似是有些后悔 问了这个问题 过了几秒 才干巴巴地道 那我们现在 有条件了 想了想 桑智 还是没把话说完 改了口 不过 这个对身体不好 还是少买点比较好 我可以给你多买点保健品 段家许一愣 把脸埋在他的肩膀处 笑出了声 保健品啊 他整个人 靠在他的身上 胸膛起伏着 温热的触感 将他整个人包裹住 像是化为气息 缠绕在他周身 桑智早已习惯了 这种距离 也没觉得不自在 只是觉得有些痒 他继续拆着手上的烟 说着 本来就是 段家许的眼里 多了几分玩味 他脱墙带掉的道 脱哪儿的 桑智转头与他对视 目光定格了几秒 而后平静地道 哦 这么一想 你好像 哪儿都该补补 比如 他依然温和 像要刨根究底般 桑智没他那么厚脸皮 他忍了忍 没再搭理他 从烟盒里抽了根烟出来 翻看了几眼 这个要怎么抽 段家许把烟拿了过来 你问这事做什么 桑智老实地道 学 学来做什么 帮你一块儿抽 桑智很诚恳地说 这样砍半的话 你只用抽一半的量 然后也不会浪费 段家许被他这歪里气乐了 小孩子抽什么烟啊 去 吃你的巧克力 桑智到没听见 又从烟盒里拿了根烟 从桌上拿起打火机 点燃 他是真没抽过烟 此时有些无从下手 无措地捏着烟嘴 段家许收起了唇角的弧度 面无表情地看着他 桑智啊 话里的危险意味格外明显 他每次要训他时 就会摆出这样的架势 还格外生分地喊他全名 往日的芝芝 老婆 小孩 宝贝等称呼 在此刻直接刨开 像是完全不念旧情 桑智每次听到他这样的语气 都格外没底气 此时也一样 他低下头 把烟摁灭 又很不服气地说 我抽根烟怎么了 段家许没说话 桑智再接再厉 你抽多少盒了 我都没说你 盯了他好一会儿 段家许呼地笑了 想抽烟 这次桑智很识时误地 没有吭声 段家许坐直了 往前探身 把桑智手里的打火机拿过来 点燃了自己手里的烟 他的眉目清晰明朗 在星红的火光中 多了几分妖眼 随后他咬着烟嘴 抬眼看他 微扬的桃花眼 红艳平直的唇 桑智看着他缓慢地垂下眼 一切都变得像是电影里的慢镜头 段家许姿态慵懒 细碎的发散落在额前 微微遮盖了眼 他把手里的烟放下 再度抬眼 他眨了下眼 想说点什么的时候 他的唇随之落了下来 舌尖探入 伴随着极为刺激的烟草气息 桑智觉得有些呛 下意识地往后退的时候 他已经纠缠了上来 把他口中的烟 镀进了他的嘴里 两酒 段家许松开他 哑声道 学会了吗 桑智的嘴唇有些麻 他舔了舔唇角 没来得及给他反应 只是傻乎乎地想着 本来只是打算闹着玩 也没打算真仇 怎么突然就发展成这样了 下一刻 段家许用指腹 蹭了蹭他的下唇 慢条丝里地道 以后想抽烟了 就来找我 番外二 结束 番外三 开始 结合了段家许和桑智的 优良基因 段牧桑小朋友 绳得格外好看 圆圆的脸蛋上 一双桃花眼 明而亮 他笑起来时 唇边会露出两个小梨窝 他像个从天而降的小天使 除了嘴巴旁的梨窝 段牧桑小朋友的五官 都是随了段家许 只是更加柔和稚嫩 没那般棱角分明 倒也真如段家许 之前说的那样 如果我是个女人 你应该还挺漂亮吧 也许是为了彰显公平 在性格上 段牧桑小朋友 跟桑智小时候 没有任何的区别 完完全全 就是个翻版的小桑智 他聪明 闹腾 古灵精怪 总欺负同伴的小男生 每隔几周 被老师叫一次家长 打架从来不哭 除非他打输 这天 桑智接到老师的电话 得知段牧桑 又跟同伴的小朋友 打架了之后 他叹息了声 给段家许 也打了个电话 随后开车 到了幼儿园 已经到了放学时间 大多小朋友 都已经被家长接走 只剩下刚打完架 正并排站着的段牧桑 以及他那持续了一年的 小仇家 傅佐 由于这样的事情 发生的次数实在太多 桑智并没有太担心 只是觉得格外头疼 但出乎他的意料 这次段牧桑 居然还掉眼泪了 此时段牧桑 正搭了着脑袋 眼眶红红的 一声也不吭 看上去格外可怜 一旁的傅佐绷着脸 忍不住说了句 段牧桑 你有什么好哭的 听到这一话 段牧桑的眼里 立刻掉出了 逗大的珠子 他嚎嚎大哭了起来 太 太丢脸了 我 哭 哭 老师适时地哄着他 桑智也走了过去 摸了摸两个小朋友的脑袋 问道 怎么回事 老师无奈地等 今天上美术课 小左画了条小狗 桑桑看到了 就说这个不是小狗 是傅佐的字画像 两人闹了一阵子 就打起来了 又是这丫头 先去找别人的麻烦 傅佐认真地补充了句 我没打 我就是躲开了 他自己摔跤了 哼 那你怎么能躲 段木桑像个小霸王似的 理直气壮地哭着 你就得站在那 给 给我走 哼哼哼 桑智无语 没过多久 傅佐的家长也到了 双方家长半训着半哄着 让两个小朋友 跟对方道了歉 握手言和 并拥抱 以事有意 重归于好 而后 桑智牵着还红着眼眶的 段木桑 走出了幼儿园 他没急着上车 调整了一下情绪 绷起一张脸 开始训他 段木桑 妈妈不是告诉过你 不要欺负其他小朋友吗 段木桑慢吞吞地抬起头 小肉脸上带着严肃的表情 看上去也没觉得心虚 他揉了揉眼睛 奶声奶气地道 叫酒吃钱 跟 跟桑桑说了 妈妈小时候 也天天欺负其他小朋友 桑智忍着打个电话 去把桑爷骂一顿地冲动 乃着性子说 那妈妈现在知道错了 没有再犯了 现在也没有欺负人了呀 段木桑摇头 奶声奶气地道 妈妈现在也老是欺负舅舅 想了想 他又乖乖地补充了句 等桑桑 等妈妈这个年龄了 桑桑也不欺负人的 桑智沉默了几秒 没再跟他扯这个 问道 为什么老是欺负别的小朋友 跟两个小朋友沟通完 桑智也大致清楚了 事情的来龙去脉 不说从前的事情 他们两个这次确实没有打架 这次是段木桑自己摔倒了 就自认为打输了 他哭也是因为这个 桑智听完也是真觉得哭笑不得 桑桑没有 段木桑无辜地道 桑桑就只欺负傅佐的 那怎么老是欺负傅佐 段木桑的大眼睛眨了眨 他一本正经地说 因为桑桑以后要嫁给傅佐 桑智愣了下 被他逗乐了 桑桑以后要嫁给傅佐 段木桑用力地点头 嗯 那桑桑这么凶 老欺负傅佐 不怕人家傅佐不愿意呀 那 那 段木桑晃着脑袋想了想 声音软软诺诺的 桑桑 嗯 就做到他愿意 这姑娘怎么像个女魔头似的 桑智稍稍弯腰 捏了捏他肉乎乎的手掌 想再说点什么 还是没狠心继续训他 打算将这个难题交给段嘉许 桑智把段木桑抱到车上 将他固定在儿童座椅上后 回到驾驶座 说了句 桑桑 我们回家了 段木桑玩着手指头 小鸡啄迷地点头 嗯 回家 桑智继续等 一会儿爸爸回家 你要自己去跟他承认错误 知道吗 文言 段木桑立即抬起头 小脸蛋一下子鼓了起来 像个小包子 他的小短腿在椅子上晃着 他看上去不太情愿 还要告诉爸爸吗 桑智 嗯 让爸爸来教训你 段木桑瞪大眼 那妈妈得劝着点 桑智回头 看了他一眼 轻咳了声 只身室外般地说 咳咳 妈妈也怕爸爸 我比你大十来岁的时候 还被你爸爸当孩子一样管着呢 欢迎收听 游览人听书出品的 偷偷藏不住 作者 竹椅 演播 叫叫 子墨 第八十六集 翻外三 带两个小孩的日常 加后继 两人到家没多久 段嘉许也从公司回来了 段木桑喜欢黏着爸爸 但做错事情了 也格外怕被他知道 虽然段嘉许训他的时候 跟平时也没什么区别 但看上去就是有些吓人 他怕被段嘉许教训 立刻从玩具堆里爬了起来 乖巧地走过去 喊爸爸 段嘉许低头 揉了揉他的脑袋 而后蹲下身 笑道 桑桑今天在幼儿园做了什么 段木桑不知道怎么回答 立刻把手背到身后 下意识地看向桑志 桑志拿过段嘉许 手中的包 对段木桑说 桑桑 好好跟你爸爸说 段嘉许跟桑志对视几秒 轻笑了声 而后轻了轻他的脸颊 他回房间换了身衣服 很快就出来了 他把段木桑抱了起来 往沙发的方向走 温和地道 不能跟爸爸说吗 段木桑抱着他的脖子 脑 段嘉许耐心地道 桑桑今天做什么呢 段木桑丧气地搭了着脑袋 又看了桑志一眼 眼神里带了几分不安 像是在要求他 也得在旁边待着 随后一家三口都坐到沙发上 小人开始老实地 坦白今天发生的事情 这种小会议 在这个家庭已经出现了很多次 多是段木桑开口 段嘉许温柔地唱着白脸 再由桑志出面缓和气氛 说到最后 段木桑用热乎乎的小手 拍了他胸脯 认真的承诺 好 桑桑答应爸爸妈妈 以后都不会再欺负傅佐了 桑志暗暗地松了口气 但很快 段木桑又补充了句 我明天就跟他说 只要他不喜欢别的女孩子 不喜欢那个小丽和花花 我就不会欺负他 段嘉许忍不住笑出了声 侧头看向桑志 而后凑近了些 说道 咱这姑娘 还是有些地方 跟你不太一样的 桑志一愣 啊 你看人家喜欢小男生 多大胆啊 段嘉许拖墙带调地道 你怎么就这么别扭 桑志瞅他 沉默了几秒 当没听见 他盯着段木桑 继续摆出一副家长的架子 柔声说 桑桑 按你这样说的话 你这样也是在欺负傅佐 这样是不对的 段木桑无辜地道 那桑桑得防止傅佐 喜欢别的女孩子 喜欢别的女孩子 段嘉许 我带个带个小零食 然后跟她好好地道个歉 问她喜不喜欢跟你一起玩 认真地跟她说 以后想跟她一块玩 这样好不好 段木桑很听话 好 段嘉许捏了捏她的脸蛋 问 桑桑今天摔跤了 疼不疼呀 有点疼 段木桑抬起脚 把热乎乎的腿给她看 但是幼儿园里有垫垫子 没有伤口的 现在也不疼了 嗯 没有受伤就好 段嘉许说 桑桑摔跤了会觉得疼 如果桑桑欺负傅佐 去推她打她的话 她也会疼的 段木桑顿了下 呆呆地啊了声 段嘉许 所以桑桑以后还欺负傅佐吗 段木桑连忙摇头 桑桑在一旁 看着父女俩的互动 莫名其妙地 想起了初衷的时候 因为怕被段嘉许 发现她的小秘密 而捏造出的 那个网恋的谎言 因为这 她也收到了段嘉许的教训 她都是温和的 不带锋芒地 去讲一些道理 让她可以听进去 小会议开完 段木桑 又钻进了自己的玩具堆里 开始把玩着 刚买的小娃娃 段嘉许和桑志 坐在原地 一时也没有出声 桑志滚了口水 小声说 你以前 好像也这么跟我讲道理 段嘉许挑眉 嗯 我当时就觉得 这个人 怎么说话 像我爸一样 藏纸哭弄道 明明跟我哥一样 大的年纪 却跟我爸一样的性子 比我爸 还要我爸 段嘉许 愣了两秒 笑出声来 你这什么话 我没胡说 我之前有个朋友 也跟我说 你老公带你 怎么跟带孩子似的 桑志拖着腮 看向段嘉许 所以 我刚刚看你跟桑桑 讲道理的时候 就觉得 这种感觉 还挺神奇的 段嘉许 哪神奇啊 桑志歪着头 半开玩笑地道 就像这个小不点 好像从我女儿 变成了我的妹妹 也差不多啊 段嘉许像 我这不就是 带着两个小孩吗 桑志眨了下眼 没有说话 客厅瞬间 安静了下来 只剩下段木桑 玩积木 发出的小声响 像是在 思考着什么 段嘉许低着眼 呼得笑了起来 其实 好像也挺像 听到这话 桑志看了过去 什么 咱这姑娘威胁 那小男孩的话 段嘉许 想起了 从前的事情 桃花眼 明亮璀璨 跟你以前 叫我别谈女朋友 不然你也会 受不住诱惑 去谈的话 好像 差不了多少 他凑近桑志 温热的气息 喷在他的耳机 哑声道 你教他 桑志 瞬间想起了 自己年少时 做的那些蠢事 耳根烧了起来 他把段嘉许推开 不肯承认 我哪有说过这些话 段嘉许 悠悠地道 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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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之前好像说过 段嘉许 呼得扯开话题 你的那个网恋对象 长得很丑 哭 也是因为他长得丑 桑志 猛地站了起来 打算借着 去陪段木桑玩 装作完全没听到这句话 也当做自己毫不知情 但下一刻 段嘉许 就扯住他的手腕 将他扯进怀里 仔细小小 呼吸一顿 他抬眼 看着他的脸 真长得丑 想不想学学你的女儿 段嘉许的喉尖含着笑 语气听起来 浅犬又暧昧 像他一样 对你这个长得丑的网恋对象 威胁几句 说几句狠话 让他不要喜欢别人 不然 就揍他一顿 嗓指盯着他 半天才憋出了一句 他敢猫 段嘉许 亲了亲他的眼睛 确实不敢 我也不敢威胁他 桑枝嘀咕道 我还怕他教训我 想了想 他很自然地加了句 不然 你帮我威胁他 段嘉许沉吟片刻 若有所思的道 也行 桑枝 揪了揪他的脸 笑眯眯地道 那 你要威胁他什么 威胁他 要是不好好对我们支支 段嘉许 任由他揪 慢条丝里的道 我就把他的妻女 都抢过来 占为己有 翻外 完 后继 以下是作者主意 写在最后的话 这个故事的灵感来源 我到现在也能想起来 是在写 败给喜欢的时候 文明 是一早先定下来的 当时 只想好了这么两个人设 但具体要写什么内容 其实 我一点也不清楚 直到去年九月 我突然 想起了一个人 然后稀里糊涂的 就定下了 这个故事的雏形 我在高中之前 中午饭 都是回家吃的 因为学校离家里近 我哥高考的时候 考场在我家附近的 一所高中 然后那天 他带回了两个同学 我到家的时候 比他们晚 见门的时候 看到那两个陌生的哥哥 还愣了一下 立刻就注意到 其中一个 长得特别好看 他个子很高 五官利落分明 笑起来很干净 当时我心里 咯噔跳了一下 莫名其妙的 就觉得不好意思 打了一声招呼之后 就没再说话 在饭桌上 总是忍不住 偷偷往他的方向看 后来的几天 我也会像桑芝那样 不动声色的 向我哥哥 问起这个人 却又怕露出马脚 问几句 就不敢继续说下去 接连着 去过了一段时间 之后 因为再没见过 又三分钟热度般的 将他忘掉了 只是这么一段 轻描淡写的小插曲 现在我哥也很久 没跟这个哥哥联系了 我也早已经 不记得这个人的模样 但那天 我跟朋友聊着聊着天 突然想起 这么一个人的时候 就莫名其妙的 很想写出这样的一个故事 小姑娘暗恋成真的故事 大概每个女孩子 都会有这样的一段经历 在感情最为纯真 干净 炽热的年龄 不考虑任何事情 极为纯粹的 喜欢上了一个人 这个人 可能是住在隔壁的大哥哥 可能是手搬公交上 一个总站在门边 安静听歌的男生 可能是班里坐在后排 爱起哄的明朗少年 可能是在你觉得 孤立无援的时候 突然朝你笑了一下的 这么一个人 你悄悄地关注着他 会因为他的一句话 而感到欣喜若狂 也会因为他的某个小举动 开始胡思乱想 莫名其妙地掉眼泪 可能会是一段 如果自己不说 这辈子都不会有第二个人 知道的暗恋 故事里的小丧志 也像平凡普通的女孩子一样 拥有着一段 只有自己一个人 知道的暗恋 在喜欢段嘉许这个事情上 他极为怯懦 又极为勇敢 他怕被其他人 发现自己的心事 做任何事情都小心翼翼 却在得知段嘉许 有了女朋友之后 义无反顾地 跑到那么远的地方 他只为得到一个答案 他只为在彻底放弃之前 再度见他一面 我还记得 我在写这一段情节的时候 听着周深的大鱼 听到那句 怕你飞远去 怕你离我远去 突然就哭得稀里哗啦的 这是个勇敢的小姑娘 她独自喜欢上了一个人 独自关注着他 独自为他笑 为他哭 独自给自己定下了目标 独自担心会失去他 独自踏上了他所在的城市 最后独自一人离开 从头到尾 都是他一个人的事情 他的一腔热忱 也在这一瞬间被磨灭 这个故事 也许我写得太过于童话 可我不太舍得 让这样一颗炽热勇敢的心 被现实生活打败 我希望他是幸运的 他所付出的所有 都一定能够得到回应 我希望 那个在机场吊着眼泪 哽咽着说 我会长大的小姑娘 能在真正长大后的某天 忽地发现 当初喜欢着的那个人 还是当初的模样 他在等着他 我希望你们也一样 那个曾经 觉得触不可及的人 会在某天 明目张胆地 朝你走来 他会握住你的手 把你扯进怀中 然后 笑着对你说 我发现了 一个宝藏 听众朋友 以上就是 偷偷藏不住的 全部内容 作者 卓尹 演播 叫叫 紫墨 感谢 您的收听 您的收听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